西瓜董事長 今天的貴賓 大家好 現在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煤鍋油怎麼做偽造 先來我們是第八組 三十一號採訪 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器材 要有一個不鏽鋼鍋 勺子這個點盡量長一點 因為我們等下會產生高熱 是強一點盡量長一點 然後材料有三公升的回鍋油 精油15cc 水850-1000 看我們的油的濃度太濃太黑的話 大概在1000 然後我們的氫氧化鈉是450克 還有一桶水準備等下降溫的 還有我們的花具 我們要開始做了 先保護自己穿上手套 接著打開氫氧化鈉 放在鍋子裡面 這個袋子請盡速把它放在水桶去 來接著我們要加水 找一塊紙板蓋著 因為我們加下去會產生煙還有高熱 大概90度左右 然後慢慢加進來 這個煙呢 記得一定要保護自己要蓋著 好 加好以後攪拌一下 讓它均勻 均勻的顏色會是透明的 全部都融化以後 我們把它移到水桶裡面來降溫 大概降到怎樣的溫度呢 40度就是我們的手 觸摸的時候有點微溫 準備要稍微溫 再來 好了 加精油15cc下去 接著我們要加回過油 記得我們加回過油的時候 拿起 加倒在這個勺子的背面 減緩它的充力 不要見到我們的身體 也不要見到旁邊的人 一面加一面攪拌順時中方向 速度力大請盡量都是均勻的 好了以後 加完以後呢 攪拌 充分的攪拌 攪拌以後 如果你感覺說 有點推不動的時候呢 請向上推一下 繼續再從同一個方向來做攪拌 攪拌到什麼時候 到那個油跟水 充分的溶解 沒有油濕 然後呢 那個回過油倒 倒上來呢 有點像米漿的銀色 然後濃度呢 也像米漿這樣子濃 就可以準備來 灌磨 我們的磨心已經弄好了 就開始裝磨 裝好磨子以後呢 麻煩請用一塊磨布 先把這個器材全部擦乾 擦好以後 這塊磨布還有這些器材 三天內不要去清洗 我們三天後再來清洗 清洗好以後 這一桶水請不要倒掉 我們拿來清洗我們的廁所 地板 我們的廚具 這是一桶 腿造液 好了 接著我們的磨已經灌好了 麻煩你這個請兩天後 我們來磨磨 看一下 如果天氣比較潮濕的話 可能需要三天 磨磨的時候很小心 不要戴手套 因為他還是強健還蠻深的 磨磨好以後 請放在室內應該一個月就沒有 好 這期間呢請一個禮拜 三十五次 然後呢 已經做到了 一個月後 離到室外區 也是曬乾一個月 曬的月 曬的月月乾越好用 好就這樣囉 謝謝 謝謝